很高興下午大家都這麼準時就出現在這邊 我們這個議程軌是OpenEdge AI跟TinyML 早上可能有些人已經有參加過 可能對一些TinyML的部分大概已經有一些初步的認識 我們這個社群基本上就是專門在供這種小型的AI 以往大家聽到LLM大型語言模型的話 都覺得說一定要有一個伺服器 然後要有一個機房才有辦法做 不然就是要買一台很棒的伺服器 在你的桌機 桌上型的系統上 前一陣子我剛好也協助 我們今天這位講者是特別從Intel來幫我們做一些介紹的 我們Intel有一個很致命的產品叫OpenView 就專門用在Edge AI上做推論的一個工具 它是免費開源的 今天也很榮幸邀請到王中葉這邊來幫我們介紹這個技術 怎麼樣在我們的Edge AI上面實現這個LLM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我們中葉 好 謝謝Jack 好 謝謝大家 我是那個王中葉 對 那我們就像Jack講的 這個Session的主題是大型語言模型 好 那你要讓這亂在Edge device嘛 所以你一定要做最佳化 那我們這邊講的最佳化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壓縮啦 你一定要壓縮 那壓縮我們會希望它是一個無損的壓縮 就是說你準確率不會掉 然後又可以跑 對 那我會使用我們Intel的OpenVINO呢 跟我們的壓縮的叫做Neural Network Compression Framework這個工具 跟大家講說這個過程是怎麼做的 好 那我這邊先聲明 雖然我是Intel 那可是接下來這30分鐘呢 我講的不代表Intel 是我個人的意見 對 這個要先講清楚 就不要說這個是Intel說的 這是我說的 好 對 那我目前是在Intel的 我們叫做NEX 就是Network and Edge Group 那我再擔任那個Platform Software Architect 好 那如果你想要有更多關於我的資訊 右下角的那個QR Code是我LinkedIn 或者是說你可以找中葉網在LinkedIn上 對 那我有很多新的資訊 我會在那邊分享 OK 好 那這是今天的主題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看什麼叫做LM 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啦 是TradeGPT嘛 可是它在我們EdgeDevice 它你會有一堆很複雜的東西你要去處理 所以你要在EdgeDevice上RunLM 你會遇到什麼挑戰 好 那我們知道這些挑戰之後呢 有一個解法 就是要用那個模型壓縮的方式 好 那模型壓縮有很多種方法 我這邊會跟大家提一下一些最常見的 好 那最後呢 我就會使用 我就是大家走一遍那個Python Code這樣子 好 讓大家就說 知道怎麼載你的筆電 好 或者是小電腦上 就是你的桌子機 那你不需要去接外面的顯卡 好 你就可以RunLM 好 對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找的 網站連結在左下角 好 那這個是今年3月份 好 那其實去年11月 TrackGPT出來之後呢 就像那個旋風一樣 每天都有TrackGPT的新聞 好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很熟了 那它這邊有分類說 你的model呢 13億或者是8億的參數以下 叫小型的模型 那我是寫軟體的嘛 那我就會說 好 這個模型可以幫我debug 好 那你再大一點的話呢 你看它還可以幫你把程式寫好 我相信你如果用那個GitHub 或者是Copilot 它就可以幫你 你打個幾行字 以前你Visual Studio 是幫你補齊那一行code而已 好 那現在你只要打幾行字 或是給它說 我要寫99乘法表 它就給你一段code 有時候這個code還可以compile 很神奇 可是通常很多時候都要debug 好 那你從模型從很小的 13B 然後帶來就是說137B 175 就是GPT3 或者更大的 到那個4500B以上 好 那後來GPT4 聽說有到1000B 好 那你會發現說 模型越大 它的能力越強 而且這邊你有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說這個模型很厲害 它不是只能做一件事情而已 它可以同時做很多事情 好 那這個是個關鍵 我們在結論的時候跟大家講 我覺得接下來三年內 趨勢會是怎麼樣 OK 好 那大家可以看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那些模型 很有名的是GPT3 175B 到後來GPT4有1000T 1000個B 對 那這個尺寸 其實就代表模型的大小 好 那最近比較熱門的 好像是上週還是上上週 Meta Facebook Release的Lama2 好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 OpenVino也可以Run 好 那我們也可以壓縮 好 那很多訊息 我本來今天要講那個主題 可是有一些東西 所以我先拉回來一下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個 比較容易的主題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模型大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你要Run一個大模型呢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呢 好 那這邊我去找了一個 2018年 其實那時候就有人在討論了 好 那那個時候是 應該是Cadence吧 還是Rambus那家公司 它有一個網路上 在這個link 好 它這邊講到幾件事情 其實你要Run一個大型原模型 我們知道說 大家都會知道說 你Run AI呢 很多人就說 你一定要有個GPU 好 那大家在討論的是 Computing Power 可是呢 有時候有些人去買了一張很好的GPU 可是為什麼都跑不到那個效能 好 那時候會有兩件事情 那第一個就是說 Memory bandwidth 為什麼跑不到那個效能 因為呢 你那個是一個Memory Bound的問題 就說你算很快啊 可是我一直在等資料進來 好 那你就會掉到這邊 雖然你可能可以跑到80G好了 假設 其實現在都好幾梯啦 假設這個是80G 可是你Memory一直來不及送進來 那你就會達不到你那個算 雖然你這個計算引擎超快 可是你資料來不及 好 那大型原模型 還有第二個問題 你那個隨便一個Model 175B 350B 1000B 那代表說B 就是說它的參數量 你要它乘以4喔 因為它一個參數是32位元浮點 所以175B 其實就大概大概六七百個 那個Gigabyte Memory 你想想看你的筆電 你一般你的筆電Memory有多少 一般應該是好一點就16嘛 更好是32 那你去買一台全靈的Server 它帶的Memory可能是64G 了不起128G 那你去買一張很貴的A100或H100 120萬台幣也只有80G 那你要這個記憶體 你要跑一個TradeGPT3 或是GPT3 175B你要600多G的RAM 所以他們為什麼會說 你要有四張卡或八張卡才可以跑 所以記憶體容量很重要 你看一下最近的MacStudio 它宣稱可以接到192G的Unified RAM 這就是為什麼說 現在他們看到這個趨勢 我要很多記憶體 不然你跑不了 所以這邊有幾個點 就是說你今天的 你的Computing Power 跟你每秒可以計算多少個Byte 都很重要 還有Memory bandwidth 然後你的Capacity 這邊其實很多硬體架構都有推出來 像當初的Google TPU 它就是用Sysoric 如果你如果聽過Sysoric 就是我們中研院的孔翔蟲院士 他當初在1980年就提出來 他的應該是博士論文 還是某一個論文就已經有了 只是那時候的硬體架構不夠成熟 現在大家都拿出來算 你才有辦法達到說 我同一個Byte進來 我可以算好幾次 因為我們Deep Learning都成家運算 所以你那個成家 你那個Byte 如果可以用很多次 那你就可以避免掉說 Memory bandwidth不夠的問題 好 這邊有點複雜 大家就只要記得 你卡很強 那是沒有用的 你的那個 這邊講一個概念 Operation Intensity 你才可以真的達到你那個卡的算力 那現在大圓模型 你就要有很多記憶體 不然你是不能亂 那大家有一個概念就好 好 那我們往下看 那我們知道挑戰在哪裡之後 來看看說 Intel這邊有什麼工具 那這邊工具其實有兩大類 我那時候也很困擾 那在Github上 我們就有人在問說 你為什麼要準備這兩個工具 我什麼時候要用什麼 好 那我來講一個最特別的點 就是說這兩個工具都可以做模型的壓縮 不要講壓縮 我們要講它叫做最佳化 壓縮會有點誤導 好 那它都可以run在什麼 Deep Learning Framework上面呢 它都可以run在Pytorch 好 然後那個 可以run在TensorFlow跟Onix 好 它都可以run 好 那NNCF它是OpenMino自己帶的 好 所以只有NNCF可以去優化這個OpenMino的model 好 主要差異是這樣 對 那因為現在呢 模型優化的paper很多 好 幾乎每個月 好 或者每兩週都會有新的方法出來 對 然後所以呢 這兩個工具呢 它們各有擅長 就大型語言模型的部分呢 Intel Neural Compressor 走得比較快 好 因為它不需要轉模型 它就直接support TensorFlow Pytorch 好 那OpenMino慢一點 好 因為它還要做一些轉換 好 它對我們現在宣稱的大型語言模型 support就沒有那麼完整這樣 可是呢 它對傳統的那種聲音啊 影像 support就很完整 好 那這是這兩個的介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知道有這個工具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看模型最佳化的技術有哪些 那這個是我們最常見的Deep Learning的模型 好 那這是輸入層嘛 隱藏層嘛 然後跟輸出 然後呢 每個那個線就是它的weight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般 好 我們等一下 這樣會聽得到嗎 等一下 對 好特別 2點10分等會下課 上課 好 那模型最佳化呢 一般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輸入 然後權重跟下一層的neuron 好 那我們的輸入都是342bit嘛 weight也是342bit嘛 好 那你成加之後就輸出到中間的某一層 好 那這個是 好 那這個是 傳統我們用ihpo754呢 它就是 30位的浮點就是這種表示方式 它有一位元的正負號 然後它的指數跟它的小數 就是8bit跟23bit 好 那我們有哪些技術可以做模型壓縮 第一個就是量化 把它變成比較小的 比方說16位元的浮點 或者8位元 4位元 3位元 2位元的整數 好 那它也可以pooling pooling就有點簡直 好 把那個權重是0的把它拿掉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 那還有用真6的方式 knowledge distillation 跟neural architecture search 我今天會介紹前三個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quantulation 那quantulation呢 你就可以把30位元的浮點 變成16bit的浮點 或者是說 就是當初google brand 就是google他們推出來的 brand的格式的float16 好 因為他們發現說 指數比較重要 小數點的那個叫resolution 每一個刻度呢 的那個集中性呢 不是那麼重要 他們覺得exponential 動態範圍大比較重要 好 那這個都是quantulation的方法 好 那你還可以甚至壓到那個int8 好 那這代表說 你今天硬體不變的情況下 不能說硬體不變 如果你support這個指令集 你一次就可以算4筆資料 你相對於FP32 好 那你模型變小了 那可以算更多次 你還記得operation intensity 一個byte我進來 我要多算幾次 你才可以完整使用到你的算力 quantulation就是一個 你其實現在看一看 這個是最通用的 最簡單的 也最有效的 好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pruning 你會發現說 其實 deep learning model裡面 有很多weight它會是0 尤其是大型原模型 0的次數特別多 那你如果每次都去算0 其實你就是空轉嘛 因為你什麼東西乘以0還是0 你乾脆就不要算 所以我們在optimilation的過程呢 我們就會把這一些是0的地方移掉 好 那你看喔 中間這個移掉之後呢 你這個就不見了 那你就可以計算量就少了嘛 模型也變小了 對 可是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硬體一定要support 不然你是沒辦法算的 以前有人用模擬 用link list去模擬 模擬它可是效率很差 然後現在很多新的hardware 都有辦法做各種不同的方式 我等一下會舉個例子 Intel怎麼做的 這個要硬體support才行 好 那第三個就是knowledge distribution 這是有點師父帶學弟 帶土地 那你看喔 這個上面就是一個老師的模型 然後下面是一個學生模型 然後他們呢 因為老師這個就是train goal 它很大 它很準 然後呢他們都用相同的輸入 然後呢它透過一個設定好的loss function 那老師是正確答案嘛 這也是那個supervised learning 然後學生輸出 他發現這個學生這種 這是答案錯了 然後他就會 ok 像剛剛那箭頭呢 他就用loss function 去update學生這個網路的 那個權重跟那個bias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他可以找到一個小模型 可是它的準確度可能跟老師類似 可能就是97%98% 可是你模型大幅縮小 所以這是一種優化的技術 所以我們有三種 contentation pulling 跟distillation這樣 好 那它們有什麼關係呢 你看起來它好像是獨立的 那我這邊拿一張 OpenVINO有一張圖 其實它們三個可以結合在一起 就是說你今天一個模型train好的 你是tensorflow或pytosh 也可以不用train 就是說你可以在training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distillation 先把它變小 然後你再用pulling呢 再把一些用不到了把它移掉 然後再contentation 你可以在train的時候contentation 也可以train之後再contentation 所以你之後呢 你就會變成比較 就是最佳畫過的模型 所以這個三個不是互相互刺的 它們可以同時一起用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 就是說OpenVINO它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呢 看到我們model card 怎麼train怎麼做的 那首先它是 我們現在講distibut 是2019年的一個論文 那它就是用這個distillation 剛剛提到的 老師跟學生模型 它去train出一個通用的模型 然後它才可以像but 然後它後面的那個task 它可以再來就findtune 那它這個老師教這個學生的模型 這個distibut呢 它模型size就變成只有40% 可是它的準確度還是有達到97% 那它相對應的計算的速度有提升1.6倍這樣子 OK 那我這邊呢 其實是剛剛那個圖形的一個完整版 它這邊呢 你用這些參數 它就可以做distillation 然後nncf裡面有config 它的config file 你可以說我要用什麼contillation的演算法 這邊少一個 contillation 然後它有對稱式的 它使用到對稱式 然後下面呢 它這邊就是pruning 它是用大小 magnitude 它看大小太小 我就把它移掉 所以它們可以合在一起 所以你要記得這件事情 好 那我最後會講一下 這對大型語模型比較沒有用 因為太大了 所以你沒有那個錢去做這些事情 對 那一般只會做contillation 好 那我們往下看 我剛剛有提到說 你如果要做稀疏矩陣 就是因為你pruning 你就會變成稀疏矩陣 你一定要硬體support 那intel這邊他們有提一個paper 就是說我先想辦法把這個 簡直把那個權重很小的 然後把它弄到八九十percent 那你就會發現說 它真的很稀疏有沒有 紅色的地方才是不是1的地方 才是0的地方 然後它發現說這樣子 硬體你沒有特殊硬體 是不能support的 所以你看它的sparsity 變到很高 可能90幾percent 然後它為了要把它排成這個樣子 這樣硬體才可以支援 它就是再慢慢的慢慢的退回來 讓它比較一致 那這邊硬體support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說 這邊權重就比較小了 所以我們可以壓縮 OpMino可以壓縮這個模型 然後我們丟到catch之前 再把它解壓縮 它就可以support這種 稀疏矩陣的硬體最佳化 這邊要提到的重點是 稀疏矩陣一定要硬體support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對這個是一個but 你不同的輸入長度 它的效能增加的百分比不一樣 那你發現好像越長效能就 增加了就不多這樣 那我們再往下 好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提到的那幾個方法 我們來看說quantulation 它有哪幾個使用的時機 因為quantulation是最通用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在唇零的過程 就可以做quantulation 對可是 對這個就會很花時間 其實quantulation就蠻花時間的 那你也可以訓練之後 再做quantulation 那它們都是 weight跟bios都把它quantize 成int bar 那還有dynamic quantulation 那它就是說 因為activation很難quantize 因為它那個很容易有outlier 就是統計它很容易掉到外面去 對那它會留著 然後在你真的在influence的時候 再動下去調整一下 那就是dynamic 那一個比較直覺就是混合式的 我如果發現這個layer 欸我就怎麼quantize 準確度掉太多 那我就把它留成原來的FP36 或是FP16這樣 那我們今天會舉個例子 好那這邊有更多的文件 那其實我接下來 我剛剛這些投影片呢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 Intel Neural Compressor 我同事它在網路上有拍了四個影片 它會很詳細的介紹這些東西 那剛剛那些投影片都是我跟它借的 ok 好 因為我發現這是我看過最好的投影片 然後在講quantulation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就是它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quantulation做什麼事 你看FP32FP16 它這邊提到的就是動態範圍 這個exponential 8bit 然後那一格一格的間距就是mantisa 那bf16就是說它覺得動態範圍比較重要 然後resolution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有個bf16 然後這是int8 那quantulation在做什麼呢 它就在找一個零點 跟一個scale factor 好 那它會把 你看喔 右邊它會被clip掉被切掉了 它發現那邊不重要 因為它已經沒有指在那些地方了 所以它會clip在那邊 好 那它想辦法找出那個零點 然後所以它有對稱跟非對稱 然後你還要有一個scale factor 怎麼把伏點數呢 scale到正負一二七之間 好 那這個簡單講是這樣 好 大家有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在語言模型 你要怎麼去實現這一些contenation的過程 好 那這個是hugging phase 如果你有做大型語言模型 你應該很熟悉hugging phase 好 那它很簡單喔 我們今天如果做一個文字的情緒分析 那你就是有pipeline嘛 tokenizer 然後說我是model用來做什麼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好 那我這個時候用一個distibut 然後它有fightingue過了 對對英文 好 那你只要用這個 automodel for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然後它就可以變成hugging phase的model 然後你一定要有tokenizer 好 那你pipeline用一下 然後你丟說它是一個可怕的魔法師 你問它說它是正面的情緒還是負面的 好 那你看它就是負面的 然後我會把這個模型存下來 我們等一下要比較 然後你怎麼跟openmino轉成openmino很容易 因為我們去年2020 20226月我們跟hugging phase有合作 所以你只要把剛剛的 automodel for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換成ov就openmino 然後你這邊呢 換成ov 然後你要說export 因為它可能是piphone 就是tensorflow model export它就會變成openmino可以用的 然後openmino有個特色就是說 你可以run在intel的所有的 deep learning加速器 比方說gpu或vpu 你只要做這件事它就會run上去了 然後tokenizer通常是run在cpu上 你看其實你只要改了這兩行code 就可以run上去了 然後輸出結果剛剛是0.991 0.918這邊是0.9920 那你還是也是negative的那個情緒 所以幾乎沒有變 馬上就轉成openmino 你只要改兩行就好了 那我在大概跟大家講一下openmino是什麼 就是說你只要任何的deep learning framework trend過的openmino幾乎都support 那主要是pytorch tensorflow跟onix 那hugging phase其實是 那就是在這個pytorch tensorflow onix上面它包了一層很方便讓你做lm 那你透過剛剛的openmino 你就可以很簡單的把這個模型 弄在intel cpu gpu或者是vpu 如果今年的computex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你接下來的筆電呢 我們都會有那個movidus的加速器在裡面 就是你買的筆電就會有ai加速的功能 而且我們的cpu呢igpu跟vpu都可以同時加速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openmino今年2023又做一個更多的資源 我們也連arm的cpu也support 那為什麼要用arm呢 因為現在很多人用MacBook 所以Mac也可以跑 Raspberry Pi也可以跑 然後NVIDIA的Jason Nero也可以跑 那我會比較推薦大家去用那個 Raspberry Pi跟那個Apple 為什麼不是說NVIDIA 他是競爭隊友不推薦他 因為他會有一個 因為我聽到很多人complain說 那個NVIDIA的就是 他綁的OSBSP比較舊 那你要升你就要等嘛 等不到 那Raspberry Pi是我最推薦的 你不用等 對 好 那我們再往後看 那剛剛都在講說怎麼run 那我要怎麼做quantilation呢 這邊就多了一個 這個還是用huggingface 我們就可以huggingface跟openmino綁在一起 我們可以去quantilation huggingface的model 你只要多了一個config ovconfig跟quantilation 那這邊呢 你需要有一個preprocess的function 因為你模型輸入跟模型輸出不一樣 你要告訴他說你要怎麼抓 所以你會有一個preprocess 然後呢 quantilation你就用default值 那你今天要準備dataset quantilation你會需要一些dataset 它才可以去算出剛剛那個動態範圍的合理範圍裡 那我這邊是用Guru的metric 怎麼去算準不準 然後是用sst2這個dataset 好 那我只用300個sample就夠了 然後它那個是split嘛 它可以用train vegetation跟test 我是用train那個split 然後呢 這邊呢 quantilation抓default值嘛 你只要quantilation把剛剛的config跟dataset放進去就好了 然後你跟他說你要存在哪裡 那記得tokenizer要存起來 對 所以其實不多 你只要config 然後把資料集準備好 然後那個quantizer的參數設定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對 我今天還沒有去確定一下 我覺得quantize應該要四分之一 那你會發現說huggingface跟openvinomodel呢 它們的模型尺寸差不多 因為它只是做一個格式轉換 對 然後呢 你看quantize之後它int8嘛 它就變成它的一半 從260幾mai變成137mai這樣 對 那我在想 因為我沒有仔細去看啊 這邊可能我們那時候純就是純FP16 不然理論上應該它是要是四分之一 或者是說語言模型 因為它某些地方參數不夠多 所以只變二分之一 這個我到時候我可能會要再看一下 好 可是呢quantilation的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尺寸變小了 你至少是變成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這樣 好 那我們再來看說 這個quantize的model要怎麼run 那你一樣就是剛剛是這一行 那你本來是要指定那個嘛 什麼distibut 什麼SSD SST那一些 那你今天就是把你剛剛存下來的model的folder 跟它講說我要把它roll進來 然後你看run也是 剛剛是0.992嘛 那直變成0.984 那其實差一點點啦 那你quantize一定會掉一點點 那你的那個 它的屬性還是對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模型變小了 準確度掉一點點 結果還是一樣這樣 那我們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說performance 你如果原來的那個model 跟quantize的model 我們用batchmark這個工具去跑的話 那我是用那個sync這個方式 就是只看latency 然後它的三個輸入都是128這樣 你就會發現說 你沒有quantilation之前 它需要7.34個minisecond 然後quantize之後它只要2.56 所以你做了這件事情 效能就提升2.84倍 然後準確度我用那個 剛剛的那個glue跟那個指標去算 它準確度只掉了0.63% 所以幾乎是沒有 那你得到的是什麼 性能提升 模型變小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模型壓縮 那你一定要這種方式呢 你才有辦法把你的大型元模型 放在edge上面 好 那我們 我想要留一些時間給大家問問題 好 那這邊就是說 可能請大家聽完之後呢 就去try try openmino 然後那個我們在hacking face上面 有一個叫做intel ultimate 就是我們跟 剛剛你看到那個那麼容易用的 就是我們跟它合作 好 那7月18日的時候呢 我們有一個devcom的線上系列講座 我們今年還會辦好幾場 那這邊有一個活動花絮的QR Code 大家可以去看 好 那也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參加9月5號 都是線上的 好 那大概就是星期二下午2點 大家可以來看 那它 對 其他我到時候再說 好 那這是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對我剛剛聽的東西有興趣 可以來看這些都是免費的 資源很豐富 那我們再來就是要講說真的大型元模型 好 就是要3B 7B 13B或是70B 好 那才是現在我們討論的真的大型元模型 好 那這時候 現在最流行的兩個方法 就GPTQ跟AWQ 好 那你可以去看這兩個paper 好 那網路上都有人做好了 那我們 嗯 我不確定它用哪一個 我猜是AWQ啦 我們在LAMA2的8bit 我們都有做好了 好 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好 最後給大家一個概念 好 就是說我一開始有提到 好 就是說大型元模型呢 以後一定可以run在PC上面 好 為什麼 好 就是說 欸 現在呢 我們現在有3bit跟4bit 好 所以你這個PC呢 我們現在Intel PC有些 你可以接到64G的RAM 好 那其實32G的RAM也很容易 好 那一般你可以用到的 大型元模型準確度很高 好 那大概就是15bit以下 好 那15bit以下 好 那15bit以下 如果你用4bit或8bit 其實你只要15G的RAM 好 那我們內建的IGPU呢 你透過OpenVINO 它就可以很容易的 用到它完整的效能 好 我們IGPU現在大概也有個8T多 對 所以其實 大概1B的參數 你會需要1T的算力 好 那我們的記憶體容量也是夠的 好 所以呢 你今天其實今年 在今年年底之前 你應該可以看到很多 這類的東西呢 就RAM在PC上面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你可以拿15B以下 我們剛剛看到GPT3 它不是要175B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最近有很多Open Source的研究 其實13B 30B就很夠了 好 那它還滿通才的 那我們需要的是一個Target for Particular Domain 你今天不需要一個通才單位 旁邊 你今天寫程式 你就有一個Copilot就好 那我今天要寫一個報告 我就是有一個 產生報告的輔助的工具就好了 好 所以其實你會需要的 很像就是說 這很像那個黃仁勳 說這個是一個AI的那個什麼 iPhone時代 好 因為每個人都在做APP 好 就是LMAPP 那你APP你不會只裝個APP做所有的事嗎 你會裝很多APP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提這個Nimble AI 我覺得在PC上 然後大型語模型最佳化過後 會非常的流行 在接下來幾年 好 OK 好啊 那我想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不知道現在在場的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說 請說 可以 我簡單回答 可以 我們幾乎你可以看到都可以run 就是說現場都有 可以可以 其實我們現在 openmino都可以run 那些operator都可以 現在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要轉IMT8 IMT8它會有一個quantize的隱藏層 TensorFlow我們是完全support Onix也完全support 然後PyTorch我們現在還在beta版 可能下EQ或是下下Q才是正式版 所以我剛剛說卡住一點點是PyTorch的dequantize 就是我剛剛在講算scale那個地方 的那個layer不support 那些activation啊 或者是說convolution 那些全部都support了 請說 有 OK 你講到重點2023.0 我們最新的releaseTensorFlow Lite也support了 對 所以因為TensorFlow Lite有很多有趣的model 所以其實你看嘛 以後你只要買一台PC 對 那不管是PC或Apple啦 那你任何model呢 你要去開發一個Android的東西 或者是在Apple上iOS 那PC都很方便 我們都可以run 對 我們的目的就是這樣 好 剛好2點半 還有嗎 最後一題還是時間到 請說 對 OK OK 好 你剛剛有講說針對什麼device去advice 對 你講到重點我們再往前看 就是說 為什麼會需要有硬體加速器啊 我們往前看 這一頁 哇 前面 這個 這個算力呢 就是這樣 我們的硬體加速器啊 如果你算力差 你就要花很多時間 那你就耗電 好 那我們會把這一些硬體加速功能 全部弄進去 好 不能講太多 就接下來那個 第十四代 應該第十四代我們現在年底的筆電呢 它的硬體加速器就很省電很省電 對 然後它又可以做很小 所以就很適合做edge device 對 對 OK 好 那幾天差不多可以 OK 那謝謝大家這麼捧場 好 那我們合照一下 好 幫我照